我不希望你学会跑图这样 你就一直需要我 我叫叶子 是个女生 他叫陈 是个男生 我和他认识两年了 现在就来听听我们的故事吧 2020年8月 我刷到抖音上的光玉内容 便入坑了光玉 当时我和陈 已经是分手状态了 我有提和好 可能是方法错了 把他推得越来越远 那段时间 我心情真的很不好 有段时间没里程了 当时 我天天泡在某者和光玉上 来逃避自己的不开心 我的朋友当时都知道我俩的事 他们怕我难过 从来不在我面前提他 2020年9月 他在某者上向我发起了预约 我当时就很激动 那一瞬间 我就知道我又跑不掉了 他发起预约之后 就下线了 大概持续了两三天 我就直接在游戏中说 你确定要玩吗 他说确定 于是我们两个又聊了起来 当时光玉 我属于半萌星 他是萌星 他陪我毕业了峡谷 我陪他毕业了木土 刚开始玩光玉时 他很憨的 当时在沉船图 他拉着我 飞到了皮皮虾上面 我一直在叫 被锁的时候 来不及卡玉镜 我们都被撞黑了 他就给我说 他以为那个可以骑 我就说 那个是皮皮虾不可以骑的 他会撞你的 当时 他在云野和静格二楼留了言 云野那个 我找了好几次 找不到了 静格那个是 对于不善于社交的我而言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我当时问他 他也不说 可能一辈子都成了秘密了吧 当时 我带着截图 去找他问 他当时特别憨的说 那不是他姐的 我就把他的名字 给截屏下来了 他说很害羞啊 后来在光玉上 他给我说 我们两个和好吧 我把他拉到 雨林图的一个洞里面 这里一幕点一下 白蜡烛 就出现壁画 我说 我怕你是因为新鲜感 要是到时候 走不到最后怎么办 他就说 为什么还没有开始 你就想着 会离开 然后我们两个 就重新在一起了 当时的时间是 9月28 我至今都记着 我闺蜜向别人介绍 他说是我的朋友时 他抱着我说是男朋友 后来我就拉着他 一起打卡粉红海 梅花庄 云烟 那个隐藏图上面的平原 千鸟城等等 有一天 我心情很不好 我拉他去了彩虹桥 当时 我们放了一个魔法鞦韆 我就向他吐槽呀 那是我头一会 向他吐槽 还说什么 不敢对他说的 当时他就说 你有什么事情 可以给我说 我帮你分析 不用害怕 我想多了解你一点 好像就是在那一天 我对他之前的隔阂消失了 越来越开始依赖他了 有一天在跑图 他开始记住我位置了 我就说 我不希望你学会跑图 因为那样 你就不需要我了 他说没事 我木土不会跑 具体的我记不清了 只记得 当时我真的很开心 光玉我带你飞 某者你带我飞 这是我当时和他说的 感情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 是因为他没时间见我 他为了节省时间 自己跑图 我就觉得他不在乎我啊 坐啊 闹啊 他当时 有哄他开玩笑 把我扔下的时候 我就直接往地上一坐 等着他来接 就感觉那样 他就更爱我一点一样 当时他说 谁给你惯的 往地上一坐 就不走了 我说了一句 你惯的 当时我就和他冷战 他光玉来找我 我却觉得他 为什么还不来见我 当时他带我跑 要飞我 带我溜龙 但是我没让他飞 没有给他台阶下 明天回学校了 我就说了一句 不想冷战了 我以为他会来见我 但是没有 当时我就想到了 以前我生气的时候 他说什么明天见 不见你气不消 那一瞬间 我真的好难受啊 我就跟他提了分手 当时他把分手这件事 不能过去 晚上我又在一起闹 我说 你既然不见面 你为什么不去谈网恋呢 他可能是太累了吧 他就说 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 继续下去吗 我就继续赌气 我就说 我不觉得 他就发了一串省略号 然后说 要不我们算了吧